猪虹同体在它们一生中拥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这些动物中有一些后来变成异性 另一些可以自我繁殖 猪虹同体的动物种类粗略估计约有六万五千种 那人类可不可以是天生的猪虹同体呢? 猪虹同体这个词语意味着一个人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不单单是部分 换句话来说,它们可以产生卵子和精子来自我繁殖 这样是不可能的 猪虹同体这个词现在是用来形容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动物 你可能会听过假伤性人和真伤性人 它们是用来描述 它们是用来描述、模糊伸殖器和性善法欲不存 这些术语已经过时 而且带有误导性、侮辱性和在科学上和临床上的不正确 这些症状现在称为伤性人或者新的医学术语性发展障碍 DSD DSD是很多不同性别发展变体的名称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有0.05%至1.7%的人 具有伤性人的特征 最高估计的数是跟天生有红头发 又或者双胞胎的人数接近 即是至少每2000个人中就有一个 这个数字和香港医学雜誌 在2015年的一份性发展障碍的研究报告 所根据的五间本港公立医院推算出来的数字一样 在香港的人口补查中 一直都没有统计相性人的数字 因为根本没有男女以外的选择 DSD的性别特征 天生不符合典型男性和女性的二元概念 我们出生的时候有五个性别特征 性验色体的组织 XY 还是XX 性线的结构 它会发育成为膏丸 还是卵巢 内申直管道 它会退化或者发育成子宫 赫尔蒙的水平 红激素或者痴激素水平的高低 外申直管道 外申直器官的外貌 它会发育成阴静 还是阴壑 典型的男性具有左边的圣证 典型的女性具有右边的圣证 双性人的圣证可以是介乎两者之间 亦都可以有一些是左边 而另一些是右边 但是它们不能够同时拥有两性的特征 这样 什么导致DSD 我们将会逐个性别特征去探讨 来了解导致DSD的原因 第一 性染色体 最常见的性染色体组合是XX和XY 但它们还有其他几种可能的组合 例如 X0 XXY XXX XYY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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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那我们又怎样解释非典型的染色体呢? 第二,性线 原始的性线会分化成卵巢或者高软 在预设的情况下,原始的性线会分化成卵巢 Y染色体上的SRY基因激活了高软的形成 CY症候群Svier syndrome 和46XX性线发育不存症 是性线发育不存症的一种 有CY症候群的人出身时 具有典型的男性XY染色体 但SRY基因特变 而46XX性线发育不存症 出身的时候 具有典型女性的XX染色体 但它们的其中一条X染色体 依附了原本应该在Y染色体上的SRY基因 在这两个情况下 它们的性线可以是卵巢 高软又或者卵高体 即是卵巢和高软的合拼 一个人可以出身的时候 一边是卵巢 另一边是高软 又或者一边是卵巢 另一边是卵高体 又或者其他的组合 没有完整功能的性线 不能够产生正常水平的河尔蒙 身体就不会发育成典型的 男性或者女性 第三 内身直管道 男性的性别分化主要由两种河尔蒙驱动 高酮和抗苗烈士管激素 AMH AMH负责男性胎儿的苗烈士管退化 如果AMH不分泌又或者不活药 苗烈士管就不会退化 这样会导致持续苗烈士管综合症 PMDS 有这种综合症的人 具有正常的男性结构 但他们有子宫 在另一方面 先天性无阴道无子宫综合症 简称MRKH 有正常的女性结构 苗烈士管不能够完全发育 但他们无子宫 第四 汉耳蒙 和第五 外申直器官 汉耳蒙水平是最终决定外申直器官的外貌 紅激素不敏感综合症 简称AIS 和先天腎上腺皮质层真身 简称CAH 是最常见的伤性症状 有AIS的人有正常的男性结构 但他们的身体对男性汉耳蒙的反应不正常 所以外申直器官不能够发育成为阴景 有CAH的人有正常的女性结构 但他们还在妈妈子宫的时候 他们的肾上线产生过多的高痛 所以外申直器不能够发育成阴壳 由于AIS和CAH的高痛水平都不正常 他们通常都有模糊申直器 申直器介乎在男性和女性之间 我们已经看过出生时的五个性别特征 由于人类的性别发展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会有很多机会导致一个人 不能够沿着一般男女的发展 由于有多种形式的相性状况出现 有很多人认为性别是光谱 而不是两个简单互相排斥的类别 大家通常对自己的性别没有任何疑问 但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我们性染色体的组合 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是典型的女性或者男性 如果你天生有阴境 你就会认为自己是XY染色体 同样地如果你出生的时候没有阴境 你就会认为自己有XX染色体 明显地这是不正确的 这样有什么因素令医生决定我们的性别 这个决定的因素是阴境或者阴壳的大小 在过去五十年间 阴境或者阴壳的大小一直都是医生决定性别的标准 事实上医生可以设一个像阴道的洞 但他们不能够建构一个好像阴境那样的肝 而无人会关心他们的染色体 是XX还是XY 有膏软还是卵巢 有子宫还是没有 或者是时候我们要听下伤性人怎样想 而不是医生能够做些什么 或者是时候我们要听下伤性人怎样想 而不是医生能够做些什么 是时候我们要听下伤性的人 就是会否判的 他重新的经过 就是会不会理解 这边是会不会理解 是否判性人 像大学生的 degree 这边还有一些 当然是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